大家好,我是Roy 我研究葡萄酒很多年 今天教大家做百里香斧頭豬扒配意大利紅酒 我們介紹一下百里香斧頭豬扒的食材 首先最重要的是斧頭豬扒 這是西班牙黑毛豬的斧頭豬扒 其實不是很大塊,小小塊 但肉味很豐富,非常好吃 它亦比較厚切,厚身一點 所以煎的時候要給多一點時間,耐性 首先用中火,把中間煎熟 因為豬扒相對比較熟 也有一個百里香豬扒 還有百里香,有一點百里香 少許就夠了,未必需要很多 好,接下來有調味料 我們有一些海鹽 可以買喜馬拉雅山的紅蘿 我放在磨裡面,待會會用的 也會有積磨的黑椒 好,另外還有一些蕃茄 其實蕃茄,通常我會一整串 放在一起煎 煎完之後可以當作一個菜 這樣吃,會比較健康 還有,這些蕃茄 煎完之後會更甜 也可以吸收一些豬扒的油 這樣會很好吃 好,接下來這邊有兩瓶酒 好,第一瓶是一瓶用來煮菜 我們稍後會用這瓶來煮豬扒 另外這瓶不是用來煮的 這瓶是用來配搭豬扒 我選了一瓶意大利煲料的紅酒 年份比較新的,2017年 可以綜合豬扒的油分 我們稍後可以一起吃吃喝喝喝喝 好,其實這個菜非常簡單 如果在家裡幾分鐘就差不多煮好了 第一件事,白梨香豬扒 當然是放一些白梨香 每邊撒一些 去醃下去 好 通常我會一次撒完 我會加上鹽 因為手可以一次過很髒 這個就是一個電磨 這樣就可以讓它有一點鹽 鹽下去 我就會傾向多一點 其實不需要太過害怕它會太鹹 其實它的味道是OK的 然後就加一些黑椒 好了,做完一邊之後 重複第二邊,但是一模一樣 我就反轉它 然後加一些白梨香 然後又是加鹽 好 然後再加一些黑椒 好了,沒有反轉那邊 你可以用手指 把鹽和黑椒壓下去 讓它可以 進去 肉質到一點 好 這樣之後 我們有兩個方向 要是馬上煎 要是等至少一個小時 大概1個小時 15分鐘至1個半小時 這樣才好 拿去煮 因為如果你醃不夠1個小時 其實某程度上 會反應令到快跑會變硬了 所以我們通常不醃 要是醃1個小時 現在我們可以馬上煮 好了 現在準備煎這塊豬扒 第一個步驟 首先要輕熱鑊 確保鑊夠熱 我們就可以加些油 我喜歡有一個這樣的油泵 就把油噴下去 好了 接著我放一塊豬扒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大概煎它每邊4分鐘 不過頭1分鐘就開大火 接下來就會變成中火 好了 這樣又剃著它煎 其實煎豬扒的時候 或者煎任何扒類都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亂動它 放下去就是這樣 然後等它煎完一面 你先去煎另一面 你先去煎另一面 好了 時間差不多1分鐘 我們就把火收回 大概六成至七成 因為如果一路都煎到尾 它就會焦了 但裡面也不熟 所以我們現在要關慢一點火 令它可以慢慢煮熟 因為豬扒需要熟一點 尤其是這條骨 如果你看到這條骨 有時候煎完之後 它會有點翹起了 可以按下去 但現在暫時沒有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不用管它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現在就會把爐 調大它 然後我就會反轉它 好 在這個時候 正正就會出現剛才說的問題 有一邊會翹起了 那我就要把它按下去 現在又開始四分鐘了 好 現在又是了 過了一分鐘之後 我又把火關掉 讓它的熱力可以慢慢進去 煮排 之後我們可以放車尼茄在旁邊 讓它可以一邊煮熟 一邊吸收油分 好 到最後差不多三十秒左右 我們就放一點反地 我就會放在上面 也會放在旁邊 最後呢 我都會把它 旁邊的位置再烤一烤它 你看到其實旁邊 不太燒得到 我們就會出去烤一烤它 另外一邊就是這樣做 好了 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上碟之後 最好等五分鐘之後 才開始吃 才開始切它 因為我們休息完五分鐘 令肉汁可以收發一點肉 肉汁會更加鮮嫩 亦都會比較軟 感覺會比較軟 多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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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